專案的重置、複製與刪除 當我們建一個專案 當我們建一個專案的時候 假設我現在有這一個專案 我要拿這個專案做一個大幅修改 但是我又不確定 這個專案會不會成功 或者是我預留 我可能會回來這個點 再修改 那做法一樣 請你選這一個設定的圖示 點下去 選這一個就是重置 然後選這一個是刪除 我們先重置再來刪除 選擇重置 當我們選擇重置的時候 它出現的就是copy over 這一個從這邊拷貝過來 那你可以在這裡 一樣去改變這個名稱 如果你要刪掉 選擇這個 設定的按鈕 選擇刪除 是 刪掉 這樣子你就可以快速的擁有 你從這個點開始做的一些移動 雖然系統已經很貼心幫我們有做 紀錄動作的設定紀錄 但是如果有一個重大的發展 或者是說你有不一樣的改變 想嘗試的時候 可以善用這個功能 我先把它複製起來 從這裡開始做移動 如果ok的再留下來 不ok再把它刪掉